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脆你也住过来算了 这里陪你聊天解闷的人也多 对机关术感兴趣 能培养培养的苗子 挑挑也还是有的 再说吧 休息得差不多了吧 大家从头再来一遍 哎呀 云先生好严格 连喝口茶的功夫都不愿给我俩呢 是谁兴致勃勃想要帮忙的 等你茶喝完 天都要暗了吧 不如等演出结束之后 我请大家吃夜宵吧 胡桃想吃点什么 今天想吃 爆炒肉片配蟹黄豆腐 哦 大碗上的蟹黄豆腐 大不了就去麻烦我们的乡邻大厨了 哎呀 这一有食欲 人也有精神了 我们快抓紧时间排练吧 我再与老友们叙叙叫 你们应该还有事在身 早些回离岳港去吧 别错过演出时间 早知刘云有这些好东西 就该问他借一个 你我二人向来对机关术没有兴趣 又不图口腹之欲 借来也是摆设 也不能这么说 我但凡能有些烹饪之方 生鹤那孩子随我修行时 又何必只吃野花野草呢 呃 那要不回头咱们找刘云再借一个这种烹饪神机 不无不可 不无不可 好 我得抓紧时间写新曲子了 你呀 刚愿一个梦 又找到新的目标了 你不也这样吗 我猜你把欣欣的名字都想好了吧 还是心愿懂我 杜舟寻仙 听着如何 哦 好有画面感 这点题的一句我也想好了 就叫它 君天广月 云间撤响 太棒了 实在是太棒了 听到云间有乐声传来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快呆滞了 她对我来说具有某种魔力 或许该说是先例 最后的合奏也非常震撼 要不是我人还在舞台上 可能都会哭出来 天全新宁光小姐 邀请我之后去玉京台 详细探讨长期计划 朕希望一切顺利 未来也能有这样的合作机会 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啊 我给你留最好的位置 我已经和她当面道过线了 她说 见人有难 出手相助是天经地义之事 而你带给黎月港的精彩音乐 更值得感谢与祝福 啊 真是令我受宠若惊 但我也决定了 一定要创作出更精彩的 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 这海灯节真是一年比一年热闹了呀 这音乐 白先生 药物戴上了 要送给谁 送给那些歌唱家 在音乐会上表演可是件累人的事 得及时用点好药 保养保养嗓子 所以 白先生才连夜配了这么多份药 哼哼 玉恒星派人签订您万嘱咐 我怎么敢怠慢呢 让我再检查检查 这份药是 真好 真好 清策中的爷爷奶奶们也都很开心 是问瑶瑶在这里做什么吗 我刚刚在给大家表演节目 我不像师傅能弹出那么优美的琴声 但唱唱歌我还是会的啦 若新奶奶都夸了我 还送了我好吃的糖果 嘿嘿 师傅从前和我讲过好多仙家往事 有着大大鹿角的遗宵叔叔 喜欢收集珍宝的明海叔叔 师傅讲啊讲啊 有时声音会变得有些悲伤 但他总在最后笑着告诉我 大家都爱着黎月 我也爱黎月哦 所以我会替那些仙人叔叔阿姨好好照顾黎月的大家 多沃沙客叔叔找到了故事里的仙女 故事里的仙女就是师傅 这两件事情都很让我高兴 而且我这次也帮上了忙 对吧 也算是不辱师门 啊 对了 对了 叔叔他还托朋友给我带了个风单来的小玩具 我可喜欢啦 我 我一开始没想着要收 是师傅说可以拿 我才拿着的 姥姥 您弹琴真好听 你也教教我呗 我看你这孩子就是闲不下来 好不容易过节休息休息 怎么还缠着我教这教那的 放心吧 姥姥 我学东西快得很 我这不是想要早点学会 今后还能陪您一起合奏吗 为了我的演奏能够称得上您边的旋律 您可不要藏私啊 好好好 先帮我把茶水蓄上 放边上凉一凉 好嘞 姥姥 好嘞 姥姥